香港學生不是說沒有那個ambition 而是不敢有那個ambition 30歲不到的增鏡窗 在深圳研發智能藥盒 生意遍佈內地也外銷美國和印度 這個藥盒可以和APP連結 在手機預先輸入藥名、食藥時間等等 到時候會有語音提醒老人家吃藥 如果子女仍然不放心 亦有配備通訊功能 增鏡窗當初研發產品 靈感來自外婆 我外婆是香港人 她有20多段高品硬糖尿病 我在香港讀完和她一起住 她是因為照顧我生活棄居 經常會因為生活棄居的鎖匙 打誤她 經常沒有準時去吃藥 亦都沒有記得自己 到底吃了幾次藥 血壓就降低了糖 低了糖 暈倒了 當時我是讀互聯網的背景 就用我學的東西 去給我外婆帶來福利 在大學的時候開始研製藥盒 想過是香港註冊公司 但事前上後都決定回深圳 她說香港人才貴亦都太現實 但我這個現實 不是一個貶義詞 它是中性詞 我覺得它會想得更加 符合自己實際一點 可能沒有那麼多 ambition 其實在內地 大家可能都會抱著一個心態 我們經濟剛剛起步 發展得這麼快 大家可能都有很大的ambition 所以很多人願意去創業 香港創業風氣不足 還有另一個原因 香港其實很多行業 可能幾個集團已經壟斷了 你想去做更大的市場 你只可以出口 在香港做出口 當然 去面向Global 其實Global是難做的 所以你做各樣的產品的變化 去適應不同的市場 其實很麻煩 好像我們出口到美國 一個用Facebook和Mechat 這些都可以教到你很麻煩 若合2016年底推出市場 它說公司一年可以賺到 300萬元人民幣 盈利理想也與中國人口老化 養老服務和產品需求急增大動有關 下一條片再說